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颗澳洲食物呢 护花 这个澳洲食物呢是我 应该是前年吧 前年我朋友送给我的 非常开心 去年他没有开吧 其实他的珠子很细的 可能这个是因为他的 珠子比较细的原因吧 他其实跟我那个 红色一点的 暗红一点的 很红色的那一颗 很像 非常像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他当打开的时候呢 给大家看一下他那个背影 就是有这种紫红的 其实呢 他实际上的颜色呢 比这个颜色呢好看 手机里面的颜色好看 因为他比较紫 偏紫一点 香味呢非常非常的容易 他这个花瓣上面呢 有点花亮 有点像那种 亮亮的感觉很漂亮 这一次呢 算是初次来花 开的不是很多 给大家看一下 他是不是很漂亮啊 特别是他那个 纯瓣里面你看 超级的美 这一次他有四朵花 这个花杆里面有四朵花 这个呢 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花杆里面有六朵花 虽然呢 他只有四朵花生开而已 可是我整个屋子里面呢 都有它的香味的 挺浓的 那个香味挺好闻的 我挺喜欢的 这种澳洲食物呢 我也是挺喜欢的 因为它的株子呢 其实真的不大 细细小小的 这个呢 我朋友呢 2020年给我的时候 我就用树皮种植的 一直用树皮种植 就是纯树皮 上面是放一点点桃栗而已 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 资料 他长得还是挺好的 因为他给我的时候 只是像这样子 几颗而已 然后呢 没想到你看 这个又花芽了 我感觉呢 澳洲食物呢 也非常容易长高芽 长高芽的时候呢 记住大家千万不要去太早去栽起来 最好长到它成熟的时候呢 一年之后呢 或者是说它长大一点的 再栽起来的 它就很容易腐化的 你这么小栽起来的时候 你要栽一两年才腐化 如果你等到呢 它高芽长得很快 可能在过半年的 才栽起来的时候呢 你可能明年就可以复发了 这个 不管是澳洲食物 还是精彩食物 都是这个原理的 高芽呢 不要太早栽 你不用怕说它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一颗的母猪啊 营养不过 不会的 你应该不要太早栽起来 而且呢 澳洲食物呢 真的是很容易养 几乎是 你 随便给它养 它都养不死的 我总感觉到这样子 我这一颗呢 是一直放在车库里面的 冬天放在车库呢 我有一两个 可能有一个多页吧 没有去浇水 因为呢 我们北加州呢 前阵子很冷 而且呢 它的雾 雾啊很很重 每天早上起来 都是雾茫茫的 所以呢 空气上的湿度呢 够 再加上很冷 我就没给它浇水了 等到它长花包的时候呢 我才给它拿到房间来 这一颗澳洲食物的颜色呢 我也很喜欢 我很期待呢 它明年开完呢 可以开 就像我前阵子 那个绿色的 那个澳洲食物一样 可以开一大片 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而且呢 香味也非常非常的好闻 就是稍微比较浓一点 你可以放得远一点啊 它就会整个房间都充满香味 不要太靠近 太靠近它 可能味道是太浓了 我呢 差不多是 一个月才试一次肥 不过我有给它 撕这种固体肥 这种呢 是比较简单的 你就 买那种固体肥 起来放 放一些在树皮上面 然后呢 就不管它了 然后呢 两三个月啊 或者几个月 半年之后 你再撒一点固体肥 这样子呢 你就不会 很麻烦的时候 每天都要去照顾它 因为兰花养多了 很难 每颗都照顾得到 浇水呢 差不多是 一个礼拜 泡盆一次 我拿到四链来的时候 因为我四链有软气 如果呢 在车库呢 冬天呢 我一般都是不管它的 好 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